想煮西餐但無從入手? 西餐大人John會教大家不同的食譜 還會帶大家去超市醒大家tips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焗羊蟹蓋 首先看看材料 蟹肉 用超級市場罐頭蟹肉 帶子、洋蔥、紅椒 還有少許調味 洋蔥是半個 切完材料之後 現在要為大家做一個醬汁 這個叫做白汁 這個白汁是一分鐘就做好 食材很簡單 你只需要牛油、麵粉 和少許牛奶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為大家示範 首先我們燒紅了一隻鍋 然後現在加牛油 大概一至兩根 不需要開到火太大 有機會不會煮焦了 當牛油差不多溶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這個麵粉 其實這個醬汁 是在法國料理裡面 是必學的醬汁 為什麼呢 因為你做這個醬汁 其實你就可以做其他菜 例如一些湯 蘑菇湯 甚至大家很喜歡吃的白汁雞黃飯 都是這樣做的 好了 當我們麵粉炒 炒之後 我們就開始慢慢加牛奶 現在大家看到 當我加了牛奶之後 醬汁就開始變為結身了 現在我們開始準備這個蟹肉了 首先我們燒紅了一隻鍋 用來加少許油 我們先爆香的洋蔥 洋蔥已經差不多是半透明了 於是我就把蟹肉放進去 當然了 如果你平時有時間 你可以買一些新鮮的蟹肉 自己去拆肉來做也可以 之後我們就放了帶子 把它略炒 現在我們就把我們的紅椒 好 最後就把我們剛才做的白汁 放進去 最重要的就是 我不是要做到水汪汪 我是主要靠白汁 是把蟹肉和白子肉 全部攪在一起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最後就是加少許調味 二 黑椒粉 好了 醬汁就煮好了 之後我就會把醬汁釀在蟹蓋裏 我正在釀蟹蓋 你就會問 為什麼突然會出現蟹蓋 其實這個蟹蓋 我就在街市買一些蟹仔 蒸熟它 或者你放在焗爐上 焗一焗它 然後留回蟹蓋 那你剩下的肉用來做什麼 你剩下的肉 就可以自己用來煮蟹湯 或者用來做外國人的海鮮上湯 都非常之正 最後的步驟就是 塗少許蛋漿 在蟹肉上面 蛋漿純粹是為顏色 如果你喜歡的顏色 好一點的 就只用蛋黃 否則整隻雞蛋 都可以做 放完蛋漿之後 我自己就喜歡香口一點 所以我就會放一個麵包糠 我自己個人 總之用日本麵包糠 日本麵包糠吃下去 口感是更加好的 放入焗爐 大概是200或220度 焗4至5分鐘 直至表面成為金黃色 就已經可以了 而在超市 我們現在的忌廉 通常會見到有 Cooking Cream 和 Whipping Cream 兩隻有什麼分別 大家記得看招指 Cooking Cream 它的含脂量是較為低 所以我們通常用來煮白汁 或者煮意粉 而 Whipping Cream 就是用來煮甜品 因為它的含脂量較為高 所以我們用打彈器 打這個紀念是較為挺身 大家千萬不要搞錯